大家好,我是KyoKyoです 大家如果有看過上個星期的影片 我們就在說東京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可以去旅行 介紹了那裡的名聲,一些地方的日文名 我們今個星期繼續說說他們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我都很喜歡的池袋 池袋我們會讀作 當初我去到池袋這個地方 因為你本身看見池袋這個字,你會讀池袋 但突然想起要搭車要問我的時候 糟了,池袋是怎樣讀的 然後就很怕搭車聽不到那個名字錯過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池袋的發音跟國語的發音 是一點都不像 一定要讀池袋 這樣你才會知道 現在我們到了池袋 如果大家去到池袋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夾娃娃 那裡的娃娃店 對比起新宿是容易夾很多的 起碼我夾新的娃娃 其實都是池袋夾到的 新宿夾了幾千円 沒有幾千円的,千多円 都是夾不到的,一隻都夾不到的 會賺很多 那如果大家去到池袋的話 就可以去夾娃娃 我最推薦的那間是叫做Round1 大家會看到有個保齡球樽那間是比較容易夾的 還有它有時候會出這個特別機台 它們叫做Savijitai 好像是這樣的,Surface台 是你夾100日圓的話 基本上這娃娃一定夾到的 等於它是送給你 還有它的娃娃未必是很差 很噁心的 它是很知名的卡通片 還有大頭趴的娃娃 也有得夾的 所以就看看大家有沒有運氣 會不會遇到它們這個特別優惠機台 去夾娃娃機的那條街 其實你再走過一點 就會去到當地那個最好逛逛街的地方 又是逛逛街的地方 不好意思 那那裏叫Sunshine City 你只要讀Sunshine City Sunshine City 就可以去到的 是,跟英文翻譯差不多 那裏是有地下街 有些衣服 還有一些精品可以賣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那裏也有很多東西吃 下一個要說的地方 就是這個高田馬場 他的讀法呢 是 Takata no Baba Takata no Baba Takata no Baba 那為什麼會發現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搭JR的時候呢 他經過 即是我也經過幾多次的 然後我就留意到他 咦? 看上去是好像有個商店街的地方 還有有些店舖都好像挺特別 搞到我每次都很想下去 然後去逛逛 那如果有機會去東京的時候呢 我下次就會去這個地方 那大家不要誤會了 看到馬場呢 以為是跑馬的地方 不是的 希望我看到的附近 即我在搭JR 看到的附近都沒有這個馬場 那不知道是不是遠方 哪有這個馬場呢 對了 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一個呢 下一個我推介去旅行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吉祥寺 吉祥寺的讀法呢 叫做吉祥寺 吉祥寺 吉祥寺 吉祥寺也是一個平民推介的地方 那首先呢 它的車站 這邊呢 就是很大個 怎麼說呢 就是它一個正方形的框框裡面 都是一個商店街 或者一些百貨公司來的 那也挺好行的 如果大家下雨的話 可以去吉祥寺 還有呢 做過資料搜集 在吉祥寺買洋裝呢 是最划算的 大家女士可以去 去儲買所有藥裝 在那裡買就可以了 不用格價的 因為我看過呢 吉祥寺是最划算的 那至於吉祥寺的另一邊呢 其實是一個公園 就是這個井之頭公園 大家如果不知道 不要緊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隻鴨可以踩這個水上單車呢 其實就是那個公園了 那也是大家可以櫻花 櫻花季的時候去看這個櫻花的 不過呢 這個鴨仔船的時候 要小心黃 就是呢 傳說呢 如果一群情侶呢 是撐完這個鴨仔船的話 是會分手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隨便 去跟你的男女朋友踩這個船 好 下一個呢 下一個要推薦的呢 也是比較平民化一點的 就是價錢上面比較平民一點的 大家是可以買到東西的 就是這個上野 上野呢 我們會讀做 上野 上野 那它是有一間 一棟 那間是否叫一棟呢 應該是有幾層 大約四五六層的 都可以叫一棟 對 就是買這個模型和精品的 那為什麼會發現這間餐廳呢 就是 又是我的松尺紅 還有我的青蛙 那另外 我在旁邊呢 有這個0101 那大家可以去買這個百貨公司 都可以的 然後在旁邊呢 就是一個類似街市的 商店街 比如有間 如果和家人去的話 其實就可以帶爸爸媽媽去買 很多 食物 或者一些日用品 或者一些零食 也有些人說 上野那個 約裝店呢 是很便宜的 但我都隔過價的 我覺得 大家都是去吉祥子買啦 因為比較齊全一點 而且價錢其實差不多 有時候可能會差幾十日圓 但是我覺得 如果大家去得旅行 要花那麼多時間去格價 看看相差那幾十日圓的話 我就覺得 嗯 就會浪費了 所以 我是推薦大家去吉祥子的 是 我是沒有收吉祥子的 代言人的費用的 那如果你想去看風景的話 你可以去上野公園的 上野公園呢 我們讀了 上野公園 上野公園 也是看櫻花很出名的地方 如果大家喜歡看動物的話 上野也滿足到你 上野有一個動物園 叫做 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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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去看看這個動物 剛剛忘記說 那個好像街市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叫做 阿美環丁 他的讀法呢 是叫做 阿美樓 阿美樓 近年呢 其實很多人呢 推薦除了這個 新宿 池袋 你可以住之外呢 其實上野 也是一個好地方來的 因為他也是一個轉車站 還有大家在這個成田機場 只要坐這個七個字的 Skyline就已經到上野了 上野去搭JR去不同的地方都很方便 而且他的酒店都比較便宜 所以大家如果去旅行 要找酒店的話呢 可以試一下找上野的地方 就會便宜一點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以上今天的地方 我也有去過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買一些手信 或者買一些藥妝 一些日常用品的好地方 那大家有機會的話 就去逛街 買手信回來給我 都可以的 那這樣 如果你今天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 以及IG 那我們下星期 我又說了下星期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